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湾地区金门以及马祖是最先下雨 到了下午之后中部以北地区也有强降雨发生 今天入月之后到后天是封面通过 以及东北季风增强 因此特别要留意台湾西半部东北部跟东部 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 那西半部地区明天甚至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水气仍然是比较偏多 周六在迎风面地区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现象 西半部地区则以三居五后短暂震雨的情形为主 那到周一以及周二这两天呢 风面是位于台湾北部海面 天气又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至于温度的趋势来看的话 明后两天一直到周五这清晨为止呢 由于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温度会下降幅度比较多 高温方面呢明天跟今天大概差距有十度左右 那之后的话温度会缓步的回升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礼拜有两波的封面靠近 要特别留意都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 那周三清晨也就是明天 金马地区还是要留意清晨的敌雨云或雾的情形 那此外就是山区要防崩摊落石以及地滑 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处提供 点營 止 点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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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營